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德國從7月開始 將會接替歐盟的輪任主席 德國總理默克爾近日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就談及到歐盟将来的挑戰 以及歐美和歐中關係的發展 他首先回應了有關於美國打算從德國撤軍的問題 他就向美國痛塵利害 說美軍住宅在德國 既是為了保護德國和北約在歐洲區域的利益 也是為了保護美國自身的利益 他同時也確定 說德國政府將會進一步增加國防開支預算 而且近年已經明顯增加軍費 並且將會繼續為了增強德國的軍事實力而這樣做 他這個明顯就是為了特朗普的指控而辯解 因為特朗普一直批評德國 說他們從來都沒有履行對北約的承諾 就是將國防開支預算增加到GDP的2% 我們之前已經有列舉過數據 在去年 德國的國防開支大概是GDP的1.3% 比起很多東歐的小國都是為之低的 他當然沒有負到應該攤分的責任 對於歐盟和美國的關係 就是默克爾就說了 我們是在美國想做世界大國的認知當中成長的 如果美國來到這一刻是想自願擺脫這個角色 我們就不得不去重新思考美國和歐盟之間的關係 而世界各國也不應該再將美國想做全球領袖 視為理所當然 必須要重新調整優先順序 至於歐盟和中國的關係又怎樣 默克爾就說了 希望德國在做這個輪任主席國期間 能夠召開因為較早前全球大流行的武肺疫情 而延後的歐中峰會 那麼峰會的目標就是要推進歐中的戰略關係 而也是因為這場峰會 就迫使得歐盟要統一對中國的立場 他就說這個不容易 因為歐盟各國對於中國的態度都有所不同 那麼有記者就問到默克爾了 說中國的崛起會不會令到歐盟對民主產生懷疑呢 默克爾就回答了 說歐盟首先要使得自己更加具有韌性 團結一致 否則只會自我弱化 中歐雙方在經濟合作 對抗氣候變遷方面是夥伴 但是又有著截然不同的政治體制 故此 歐眾之間對於人權 法治 非洲政策 香港問題上是有不同的看法 而歐盟就很應該要有能夠反映得到自身利益 和價值觀的政策 這些就是默克爾對於歐美和歐中關係的最新期許 實情從他那番說話當中 是不經意地流露出德國自身的野心 他根本上就是把壓抑非常久 對於美國擔當世界益哥這個角色的不滿情緒 發洩了出來 為何這麼說呢 他竟然將美國駐德國的軍隊 視為世界大國的責任 其實就是完全無視了德國自身對於北約的承諾 因為說好了每一個歐洲國家 都要給出GDP的2%在國防開支上 但是德國長期徘徊在1.1%至1.5% 即是說不達標 但是官乎默克爾過去一直以來的舉動 他似乎是想佔了便宜又買乖 吃盡兩家茶禮 一方面他就依賴美國駐軍 保障德國的國防安全 另一方面他又加速與中國 以及俄羅斯合作的步伐 很明顯德國就是要擺脫美國的影響力 而最嚴重的問題就是 歐盟和俄羅斯之間在能源方面的合作關係 就使得美國非常不滿 而且也使得歐盟和美國之間 長期有條刺 這個合作關係可以追溯到2005年時 時任的德國總理斯羅德 就和俄羅斯總統普京簽訂了一個合作協議 俄羅斯方面會建設一條天然氣管道 從俄羅斯通過波羅的海 輸送到德國上岸 這條叫北溪天然氣管道 時至今天 歐洲國家有四成的天然氣供應 都是來自一家俄羅斯的能源公司 雙方似乎合作得非常愉快 後來就再談了 說要搞多一條叫北溪第二天然氣管道 這條管道的輸氣量就是第一期的翻倍 即是雙方似乎合作的 那一發不可收拾 因為歐洲的能源自主 將會變成操縱在俄羅斯手上 一旦俄羅斯說要斷氣的時候 就變相可以威脅得到歐洲的安全 這就是關乎能源安全的問題 一旦這條北溪二期天然氣管道 建立好了以後 只會使得俄羅斯在歐洲的影響力 與日俱增 美國就視之為一個嚴重的威脅 美國第二個擔憂就是 一旦再建立這條北溪二期的管道 只會使得烏克蘭的經濟日益衰退 因為本身你不通過這條北溪管道去輸氣的話 就要通過綠路 綠路就一定要通過烏克蘭 烏克蘭本身收的一個叫做過路費 因為你通過境內去輸氣 一旦烏克蘭在這方面的收入再下跌的話 就只會使得俄羅斯在烏克蘭的影響力又增加 好了 美國第三個關注點就是 既然歐洲也是要買天然氣的時候 為什麼要依賴一個比較敵對的國家 俄羅斯 而不是依賴美國這個盟友呢 因為美國一直很想向歐洲大批供應液化天然氣 但是歐洲方面就不理他 整天想著從俄羅斯那種供應 故此雙方一直是爭持不下 對於這條北溪二旗的天然氣管道項目 歐盟方面一早就已經有明確表態了 他們就認為 歐盟的能源政策是應該獨立自主 而不應該受制於任何的國家 故此他們堅持要蓋這個管道 只不過受到美國制裁 那怎麼辦呢 所有歐洲公司就已經退出參與建設了 目前只剩下的一百多公里 就由俄羅斯方面獨立來承擔工程費用了 好了 這件事其實也反映得到 歐盟對於俄羅斯 尤其是說德國 對於俄羅斯的敵對態度 就是不及美國的 連能源供應這些敏感的項目 都可以選擇與俄羅斯合作 而放棄美國供應的液化天然氣 就是說 在德國的眼中 俄羅斯也算是一個 比較可靠的合作對象 如果不是 這個北溪天然氣管道 也不會起源一條又一條 但是德國目前的國防安全 仍然是靠美國駐軍 所以 為什麼歐盟和美國之間 有一個矛盾存在就是這樣 這一方面又靠美國的軍事力量 來保障自己的安全 另一方面 你又去跟美國的敵對國家合作 而且在德國的牽頭之下 歐盟不僅加強了與俄羅斯的合作 也加強了與中國的合作 本來歐中峰會在六月份已經舉行了 但是因為全球大流行的武肺疫情關係 就轉了叫做歐中視像會議 故此 默克爾自己也說了 很想這個歐中峰會 在德國做輪任主席國的時候 是搞得成的 即是實體的峰會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要推進歐中的全面戰量合作 在美國不斷加大力到來圍堵中國的時候 德國就伸出了這個經貿的友誼之手 所以根本上就是要擺脫美國的影響力而已 搞來搞去 搞下去就會變成了與美國對著幹 也不要說這些議題 只是在世衛組織的議題上就已經是了 這頭美國總統特朗普說 宣佈美國要退出世衛組織 而且向世衛山水喉 又要逼世衛改革 那頭法國和德國馬上就開著大水喉肥譚德塞 而且德國最愚蠢 一捐就捐了五千萬歐羅 好像想填補美國的會費空缺 這些顯然就是加強了歐美之間的矛盾 雖然麥克爾把口說 在歐洲和中國的交往上 歐盟是應該要反映得到自身的利益和價值觀 但是似乎目前我們都見不到 是有什麽政策做到這項目標的 故此在德國擔任輪任主席國期間 大家都不需要指望歐盟到底會有什麽實際的舉動 是可以支援得到香港 除了發一些口惠而實不至的聲明之外 好 這節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